我們沒有辦法評論這個美國的選舉 但是我們很清楚都知道 這兩位候選人 其實他們對台灣的這個政策 對台灣的關切 都是跟我們有非常好的關係 在持續的發展 所以我們都樂見他們 在這個民主國家的這個 這樣的民主的發展 那我們身為這個民主國家的議員 我們當然也關心這樣的一個決定 是會怎麼樣 不過可以在這邊跟我們國人報告 我們在經濟上面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兩位不管是誰當選 應該對我們的整個貿易 跟我們的經濟的政策 不會有改變